诗篇第三十七篇 大卫的诗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像那行不义的生出极度 因为它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山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我要等候耶和华的必成寿地图 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 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成寿地图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恶人是谋害义人 又向他咬牙 主要笑他 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 恶人已经攻上弦 刀出鞘 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功必被折断 一个义人 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因为恶人的绑壁必被折断 当耶和华是扶持一人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恶人却要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吃油 他们要消灭 要如烟消灭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 义人却恩待人 并且施舍 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图 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他虽施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一人被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 不撇弃他的圣名 他们永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 义人必承受地图 永居其上 义人的口谈论智慧 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总不滑跌 恶人窥探义人 想要杀他 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 也不定他的罪 你当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图 恶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根青翠树 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 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 却寻不着 你要细查那完全人 光看那正直人 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 至于犯法的人 必一同灭绝 恶人终必剪除 但一人得救 是由于耶和华 他在患难时 做他们的淫债 耶和华帮助他们 解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他们投靠他